庆功宴上 你跟依林说什么呢 那她跟你说什么了 星辰 你做得真的要过分了 我做得怎么过分了 我觉得还行 对你来说可能是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想冷静那时间 现在我想清楚了 对不起 星辰 你玩得起 我玩不起你 玩 你决定了 决定了 你不是住蓝装呢 不要自己买了吗 小鸭不是提醒我了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快啊 我时间可不多 发完了这个之后 我今儿还要办一大事 就算是我们 gay 不然自己买了 你赶紧 我还要是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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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立正 这宛装 我们家里有的 在我们校舟的产厅上 你能不赶紧 这真漂亮 走吧 媳妇 车也开完了 咱们再回家了 你不是一直都特喜欢路虎吗 正好也升值了 我就把这台车 当礼物送给你吧 就这辆 今天就提走 不是 走吧 就练进 拜拜 老婆 咱们俩有好几年 没到这儿来了吧 庆祝老婆今天开安 给我买个大路虎 倍儿高兴 来 老婆 我原来有个客户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大王给她介绍老伴 后来 我给她介绍了好几个 她都不满意 说没感觉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找什么呀 我也这么跟她说 就说让她找一个人好的 凑合着过日子就行了 还真要谈情说爱呀 后来她跟我说 她的老伴 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她老伴刚去世 她就找啊 别打岔 听我说 老头留了一份遗嘱 遗嘱里面有一条 说她的一半财产 会另外一个人 可是那个人的名字 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她是老头在外面的一个情人 五十多岁 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老头去世之后 老太太才知道这事 感觉被骗了 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觉得自己特冤 如果早一点知道 那她还有的选择 要么 日子忍着过下去 要么离婚 但现在才知道 她觉得对她来说 一切都太晚了 没时间 也没机会了 所以 她想找一个爱她的人 不想让她一辈子 留那么大的遗憾 老婆 你今儿怎么到这儿 来跟我说这事啊 来 结婚之前我都跟你说过 我可以面对感情的变化 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 我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 我们俩一起面对 如果还能走下去 那就继续 如果真走不下去了 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只是 别瞒着我 如果能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之间 起码还存在坦诚和尊重 是吧 老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就说我现在 我在外头有其他人了 怎么可能呢 你想什么呢 就是想说 如果你真有了其他人 别瞒着我 假如以后 我真有其他人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成不 现在呢 没有 庆功宴上你跟依林说什么呢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清晨 你做得真的要让过分了 我做得怎么过分了 你觉得还行 对你来说可能是 之前我跟你说过啊 我想冷静那时间 现在我想清楚了 对不起 清晨 你玩得起 我玩不起你 玩 你决定了 决定了 你别过来了 你去毛腻的去吧 这有我呢 嗯 拜 妈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看我在这 藏没藏什么东西 没有 我过来看黎奶奶的 妈 以后你要是再过来 叫上我呗 我跟你一块来 那没必要吧 你来你的 我来我的 咱们互不干扰 妈 你还剩我去呢 那倒没有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不失望 我也不失望 妈 行了行了 你看黎奶奶也好 查我藏没藏 什么东西也好 去吧 快去快去 那你那么说 那我还哪敢上去啊 江一凡 你可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人真以为 我是一个恶婆婆呢 妈 没有 那个 你把杨小宝电话 给我一下 嗯 这么久没消息 不知道小牙的事 她解决得怎么样了 有消息了 没有 没有 不是 那你刚才这什么意思呀 有个事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说呀 这样 昨天我跟我姐去生日买衣服 然后就看见小鸭跟马阔在一起 还跟马 妈 妈 妈 你这当嫂子的一点立场都没有 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呀 你再叫不出来 你这辈子别招我们家王小鸭 妈 你眼睛看哪儿呢 妈 不是 一凡你真说对了 太不要脸了 妈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我真想拿这个破你 这不要脸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是律师 你给我告他 随便想什么罪名都行 你给我告他 你再晃悠 别理他啊 这事我交给你了 你要不宜小鸭这事告他 你给我想别的事 查查 从出生到现在 你都给我挖出来 他不是做生意的吗 看他有没有违法乱纪 有没有偷税漏税 查 我真不信了 杨小鸭不行 我就不信律师也弄不了他 杨小鸭也是您叫过来的 是我怎么了 你 怎么着 马阔大哥您可以走吧 王小鸭跟我回家住 妈 别废话 还不走 快 走了 走 不吃饭啊 不吃 捉捉捉 一个叛徒 那我没说我跟你是一伙的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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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鼓励火啊 好了 好了 不生气了啊 乖 谁还把饭吃了 嫂子 你今儿不上班啊 我 等妈买完菜回来 我继续上班啊 干吗 想跟我聊聊啊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其实马阔真的挺好的 他跟那个保时捷大叔不一样 他对我也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他的 当然了 也是因为他有钱 也愿意为我花钱 小鸭 你能不能清醒点啊 我很清醒啊 我跟他都这么多天没联系了 应该肯定都放弃了 就你们那虚情假意的样 他不放弃才怪呢 赶紧的找一靠谱的 好不好 你去哪儿啊你 我接电话 有电话想了 你接什么电话不能接啊 我工作电话 我工作电话就这铃声 电话也被妈锁下了 你也接不着啊 钥匙在她化妆包里 啊 嗯 那个我去接一下 好不好 这我要让你去接了妈 到时候说我一顿 我怎么办啊 没事的 你就把我放出去 我就接个电话 我把你放出去 那回头还是我的事啊 我倒霉了 哎呀 我都找人代班三天了 我要再不去上班的话 会被炒鱿鱼的 那这样 我去帮你接这个电话 如果是工作电话的话 我问清楚 然后转告给你 行吗 谢谢嫂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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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跟我在一起 结婚绝对是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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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呀 第一 小牙跑了 第二 您把钥匙逃走了 其论 你 完了 第二 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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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接 小牙 来来来 小牙 小牙 快点 接电话 快点快点 快点 我接了 谁呀 小牙 小牙 阿姨 阿姨 一帆的手机呀 她 她好像上厕所去了 阿姨 对 刚才电话响 我没看就接了 好 我知道 谢谢你对我的信 好 您放心吧 阿姨再见 哎 我妈说什么呀 你 你怎么说我是不是辜负了阿姨的信任呢 哎呀 这事你得坚持啊 自己想办法 就真没有别的办法能帮她了 我要是有办法 我至于在你这儿干坐吗 小牙我又搞不定 我能怎么办呀 我跳楼去啊 我还是自挂东南枝啊 跳楼你是没戏了吗 我这儿一楼 你什么意思啊 那我挂你办公室了 你让我摊账期 三十一号的账都没记账呢 你看看 你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看 怎么了你这是 这不像是你的风格 跟你有关系吗 我让他们核对好了 今天访问给你们不满 你是什么样了 你戏装不错呀 看来最近穿衣服有进步 应该说是伊林的品位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忙去了啊 好那行 那我知道了 好了 挂了 拜拜 刚刚黄老大说 在马阔又新找了一女的 冷落了小三 然后钱也少给了 现在正在官司呢 小三告小四 您好 请问 有没有一个马先生 马阔或者王小姐 王小鸭的一个订单啊 马阔是有一套 单子已经带了吗 我忘带了 我们可以回去取 回去取 上次下订单的是您吗 她妹妹 王小姐 放心吧啊 我已经到这儿了 王小姐来了 你们站住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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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我告诉你啊 姓马的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了 你是聪明人 你自己说怎么办 看你嫂子干什么 你自己说 哥 你们怎么那么幼稚啊 你们以为编那点破事 就能让我打兔团股啊 人家马破被骂了 他骂成那样都没说什么 现在就更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我的了 他一臭老头 怎么着都不吃亏 他当然有望之前了 我告诉你啊 小鸭 我先接个电话 那个余总 小鸭 你给我 给我回来 不是 那个余总 不不 我不是吼您的 什么事您说 行行行行 我 我马上 马上就到 好嘞好嘞 一会儿见 有没有 行啊 小鸭也算是明白人 他自己心里有数的 这孩子 那你什么呢 我听见了 去吧 你从打了头出来的 气闯着这儿也有 我为了给你拿衣服 被我哥我嫂子拦住了 看来他们对我的成见 不是一般的事 可不是吗 他们说了你很多坏话 你还有个小什么版 你信吗 当然不信了 他们为了拆散咱们俩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 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哎呦 我真没白疼你 看吗 看着哪一款 我买单 这车不错呀 好 走 怎么 舍不得啊 舍的 谁说舍不得了 那我要这个 这款每线车需要预订 最快三个月 那我要线车怎么办 要加价 加多少 五万 要不咱们等三个月吧 买呀 谁说不买呢 到时候 我开到米家去 给你一个惊喜 余总 咱这好长时间不见了啊 我就已查太久了 不客气不客气 来 您呢 也帮我透过底 您说这第二轮 这聚裁会参与吗 有 这个嘛 我可真说不清楚了 这下一步的动作呀 全都是杜总接管了 得陪老婆孩子 去新西兰度假去了 那是 来来来 真是羡慕您的生活 好 其实啊 你的公司 就照这样干下去 等你到我这年龄啊 也能跟我一样 主要是您这么一走吧 这有点舍不得 杜总那边 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哦 不过 能不能拿得下来 还得靠你们自己了 可是这杜总 我实在是不太了解啊 要不您帮我介绍介绍 这杜总嘛 还得你们自己慢慢去了解了 李余总这个接过两人一撤 那什么计划全乱了 这就是一个小插曲 如果第二阶段能够拿下来的话 这些都不是问题 难说 人际关系这一场书了 其他再好都没点了 对 最主要啊 咱们现在对这个杜总一无所知啊 刘逸 要不 去打听一下这个人 最好呢 能够打听点啊 有用的消息回来 我以前啊 有个朋友跟他打个交道 这个人啊 他吃穿用什么都很舍 唯一就是对他老婆 什么都舍的 这跟我很像嘛 张欣 财务方面有问题吗 王总 我还是单独跟你说吧 怎么了 咱们现在的周转资金 基本上只能够维持到 第一阶段验试完回款 过两天还要交房租 还要发工资 如果等到第一阶段完成款回来 咱们第二阶段 怎么投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咱们就这么点钱 你这两边都要雇 万一这资金上面出点问题 那咱们第一项目就会受到影响 那麻烦就大了 咱们很有可能面临违约问题 是 的确是有风险的 假设 如果我们能够拿下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们就可以 拿着这个项目的经验跟基础 去谈以后的合作项目 如果我们现在拿不下来 就我们现在这样 谁会跟我们合作呢 能不能想想办法 要不然把这几个月工资先停一下 给大家解释解释 那哪行啊 都是拖家带口来的 这工资得给人发呀 要不这样 我呢 去办几张信用卡 把这钱啊 搗搗搗搗搗 向你大伙发工资 你这样太冒险了 王总 是 对于一个信用公司来说 就得在奉献中救生存 我呢 已经把邮件呢 发在邮箱里了 你那好好看一下啊 都什么时候还小鸭 小鸭事你甭管了 我会看着她的 好不好 哎呦你现在啊 特别的重要 你一个人呢 得当成两个人用 好吗 哎 对对对对 听明白就行了 啊 行了 那我挂了啊 哎 加油加油加油 回来 妈刚刚我小鸭呢 是吗 你怎么说啊 我说小鸭已经对马阔看明白了 让她放心 好 说得对 哎 嗯 你手势还有钱吗 要不要老婆 再追加一点投资啊 哎 你现在啊 就继续追加精神投资就行了 嘿嘿嘿 拿来 给我 哎呀你干嘛 快点 哎你到底办了几张银行的信用卡啊 什么民生啊 中行啊 公行啊 建行啊 渣达啊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三件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撑不下去了 也不算是撑不下去了 就是展示的周转周转 等这第二阶段东西啊 你给它拿起来 所有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了 包括 咱家的这个房贷 那万一要 没有万一 看啊 你知道 咱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我就是想进一切办法 赚更多的钱 你是想进一切办法呢 让她赔的更少 这就是啊 典型的男女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这话是这样说没错 哎呀老婆你看啊 万一一不小心 这事我干成了呢 万一公司走上正位了呢 就知道拼罪了 这段时间我攒了一点 拿着吧 有一点是一点 你怎么还组一张卡 又一张卡 这都给我第二张卡了 前面那一张是积蓄 这张是工资卡 定期会往里存钱的 拿着吧 不是呢 那你平时也得用钱啊 我还有一张卡 是让你留了一点啊 合着我取了一大款啊 你 那么多钱 那么多卡啊 怎么了 多张卡还不行啊 我留着单里用钱花不行啊 你还想全拿走啊 谢谢老婆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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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穿了钱呀 我就试试背 啊不 我一百倍都还给你 我一百倍都还给你 行 行 好 好 需求摸得准 方向把握得也不错 现在陆续也有其他的公司 得到了这个消息 并且也跟进了这个项目 你们可都要抓紧时间了 还请您帮我们等力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之前余总也跟我说过 说你办事挺厚谱的 聚采的吧 对 以前在聚采 现在这不合余鸣哥一起创业呢 拢住人心 前途不亮啊 要不这样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您再帮我们看看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及时修改 那今天我们就不打扰了 对 要先走 好 你等一下 这个 我给您提个醒 你现在跟以前 可大不一样了 你走出去 代表的是公司形象 以后再着装方面 多注意一点 杜总 我们先走了 等一下 你们这东西拿走 杜总 这个是我们这点小心意 您收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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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哥们和他什么意思啊 他什么意思你还没看出来啊 嗯 就是上下打量你 就是嫌你穿得太寒酸了 下次我觉得咱出来谈事的时候 咱们买吃西服行不行 不是 我觉着吧 你们这都属于核心价值观 出现错误 我非得弄身名牌 穿上是吗 弄身好点的西装 怎么着 把那雕还得留在袖口上 是不是 我再弄你你那头发 我再挤你那皮带 不是 我这地摊货 问题啊 人家现在认这个你知道吗 不管你是多大职位 你哪怕在家吃方言面 你出来一定要把面崩足了 现在流行这个 你没办法呀 你朋友啊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赶紧忙点 忙你忙 谁啊 你忙 你忙 哎 叫我来玩啊 跳好练习啊 这是必要的刺激加试探 演戏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对手 对我是一种侮辱 戏都开演了 能不能好好演 做一个好的演员 没问题 拉夫斯基的书我看过 尽数角色 那又这么打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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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聪明 来 笑一口 这么巧啊 小宝非得约我来打球 你也在这啊 哎呦 要不咱们四个一块打吧 好吗 嗯 嗯嗯 玩小鸭是吧 行呗 那要不咱就一块 你怎么知道我呀 这么说 你不知道我是谁喽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闹闹 跟了她很多年了 看来我嫂子说的没错 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 那这么说来 你就算是 这怎么说话呢 你又是哪一根冲啊 你个烂货 你说什么 再注意素质 我还要让我告你 别从婊子又立牌吧 你 谁是婊子 我说同事 我过去跟她们道个歉子就行了 道个歉子就行了 呃 警察同事您好 这怎么回事啊 你这家说 是 呃 这是我妹子 这是 这是我妹子 人马先生都说了 道个歉子就行了 这俩人跟我什么调节室 一直耗到这儿 就是不肯服务 哎呀 那什么警察同事 林志 给我两分钟时间 我劝你她 好不好 行 哎 哎呀 小宝啊 你看您打人呢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呢 咱们起初了就行了 跟这种人啊 没必要跟这儿耗着 道个歉 咱回家了 行不行 听话啊 警察同事 呃 我的妹夫说了 呃 跟那个马克同志 道个歉 啊 行 哎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行 我就受伤害了 现在还想着方坤呢 我傻 我天真行了吧 嗯 不傻 你就天真 天真烂漫 哈哈哈哈 小宝 嗯 你这怎么什么时候都觉得我好呢 哎 我告诉你啊 嗯 这个呢 就叫做爱 我杨小宝现在就是 相当的 爱你 你可以看不起我杨小宝 但是呢 你得答应我 你一定啊 要好好地找一个 知道吧 认真地找一个 嗯 小雅的事别找我啊 我姐说了 不管她的事了 没说让你管她的事 说让你管管我的事 那个 能不能帮我 买身好点的西装 你那身西装不是挺好的吗 碰着失利眼了 那还得比你那身 还要好的西装 老公 一身好一点的西装 少说都得五六千呢 下个月的月工 还得留出来给你妈 再加上你爸贷款那点利息 嗯 那我下个月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这就是我的事了 反正我有人和担保 我下个月让你拿到钱 不就行了吗 睡觉吧 我下个月的事件 叫我下个月 叫我下个月 叫我一下 嗯 啊 别看我 我让你别看我 晓晓 行了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吧 就这么定了 妈 累死我了 今天公交车人太多了 药都快被挤断了 你可真行 就为了省着点出租车钱 非得去挤公交啊 当然得挤了 公交车便宜啊 我刷一天卡才八毛钱 我要打车 我得花多少钱出去啊 你这边玩命省 王雨明那边可劲花 这叫什么事呢 我告诉你啊 这儿我都看过了 但凡看得上眼的西装 都得好几千块钱呢 你别给我发牢骚了行吗 不是我发牢骚 是觉得 你们要有钱 那怎么花都行 问题是 现在不是还借着钱呢吗 对吧 而且你的卡在他手上 说来说去 还是花着你的钱 什么意思 就为那点面子啊 那人在外面混 没有面子怎么行啊 我告诉你 要想要面子 能撑得住就撑 撑不住也别硬撑 硬撑的话 就是没有责任感 你别啰嗦了 他都这么大人了 他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他自己信清楚了 张一凡我提醒你啊 你别把男人给惯坏了 当初王雨明 开公司的时候 你是出了钱的 别什么事都替他扛着 时间一长 女人就会变成男人 男人就变成孩子了 那我看你帮姐夫 扛那么多事 你没见姐夫变成孩子呀 我们是特例 可对呀 我说秦总啊 张有问题啊 秦总不在啊 她请假了 怎么了她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啊 你生病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我都快急死了 我去个医院 开个药了 那是不是药没开队啊 你都逼那么长时间了 还没好 这病那病不好 熬过了就好了 你一个人怎么熬啊 你得需要人照顾你 我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哎 血压怎么样了 问你话呢 血压怎么样了 哎 早上好 早上好 什么呀早上好 告诉你啊 昨天那事 过去就算过去了啊 别再往心里去 做事啊 不能这么冲动知道吗 你说说 公司就这么几个人 你要真进去了 你那活谁干呀 嗯 我知道了 哎 这都没发生过 什么乱七八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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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做完了我就回去了 什么意思啊 可怜我是吗 你去照顾你该照顾的人 走干嘛去啦 走干嘛去啦 我上大学的时候得极性兰尾炎 你在宿舍变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我知道 因为我是伊林的朋友 没有 可是那个时候 你就不该对我那么好 我那个时候 对你已经有感觉了 你知道吗 我从小跟着我妈一块生活 我特好强 从来没有人那么照顾过我 后来我发现 我也是那么喜欢软弱 所以你干什么都行 你做任何事情都行 你就是不要再照顾我了 我爸回去了 上日会的时候 包括之前 我承认我过街了 我有想法 我有想法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冷静 你说你找不到平衡啊 你说你玩不起 你错了 玩不起的那个人应该是我 我 因为我爱你 可是你却不能爱我 你走吧 我求求你那时候我好吗 我想起一个安静一会 我 我不让你来找到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想回到公司 我求求你 我不喜欢看得到你 我求求你 把气都洒出来了 洒出来就好了 妈 我饿了 宝贝 再坚持一下 咱们等等爸爸 回来一块吃 咱们等爸爸回来一块吃 咱们还没睡啊 咱们还没睡啊 晓月 还没睡觉呢 天天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都没接 温小默一直在等你 对不起对不起 我知道今天下午公司 来了一个大客户 所以大家都把手机关成静音了 那你原来手机 怎么没调过静音啊 今儿下午来这个客户 是个大客户 老板特别重视 所以让我们所有人 把手机调成静音 你又疑神疑鬼了是不是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打电话问小周去 你都这么说了 我打很有意思吗 等会儿 媳妇 有的事咱们俩开诚布公子 谈一下请我 好啊 是因为秦山对不对 对 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 我换一份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几个月你心里想什么 我都清楚 你给我买衣服又买车 庆功宴上穿得那么漂亮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想辞点这份工作 没想到公司又给我升职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说 可你刚升的职你舍得吗 只要能让你放心 我什么都舍得 可你费了多大的劲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家里要是出了问题 走到哪一步都没意思 行 那你辞吧 好 发什么呆呢 我的金牌回你啊 你最近不在状态啊 你帮我看看这段 这英文写的什么呀 我看不明白 我想接个电话 喂 颜旗 辞职了 我真辞职了 我换一份工作 没事 没事 我们俩 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啊 别八卦 瞎猜什么呀 行 我先给她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再说 就这样 家里要是出了问题 走到哪一步都没意思 老公 刚才颜旗给我打电话了 你还真辞职了 对啊 谭总现在正跟我谈呢 想挽留我 既然谭总这么挽留你 那你就别再叫着劲了 好吗 那行 你们先聊 你们先聊啊 我说你玩什么呢 您让我看什么来着 这儿 两位请 来了 今天这身衣服不错啊 这真是人靠衣服马靠安哪 来来 坐坐坐 坐 好 这个投标的时间定了 就在中秋节之前 节后呢 会公布结果 你们可得要抓紧时间了 来来来 喝茶 喝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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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竞标书啊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您也知道 这个项目啊 对我们公司的意义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所以呢 那还请您给多帮忙 那 后期之秀嘛 明白我的意思吧 来来来来 喝茶喝茶喝茶 喝 来 嗯 那三十年的铺饵 怎么着也两三万 你再看看他那紫砂糊 给他老婆准备礼物送过去了吗 送了 一大早那个 让刘逸就送了 好久不见 呀 当上老总了 行都也换上了 哦 哦 你就是那深藏不漏的竞争对手 是 那个项目是余总手上的 余总是曹总的客户 你抢了曹总的客户 他能不紧张吗 我现在忙活曹总的事情 还得顾得上这边 都是你的 曹总说了 可以不赚钱 我们可以赔本做 是 你们都才达气粗 跟你们比不了 我们真赔不起 有句话说得好 光脚不怕穿鞋的 跟着王总好好干 实在不行 聚财欢迎你们回来 谢谢你啊 你说他怎么就这么阴了 等咱们把能投的都投了才楼面 现在响彻也来不及了 现在响彻也来不及了 什么情况啊 还能杀进攻啊 我跟你说啊 咱们现在拿着家底跟聚财拼 没鞋 没鞋 那肯定的 不是 那到这结果眼 这进退了难了 那可不是嘛 我跟你说 这礼 现在就别送了 你送了也白送 只能看看有没有其他机会 投其所好 而且想根据财豆 咱们必须有那种 咬着机会 不撒口的这种心理素质 再看看这个杜总身上 有没有其他机会 那谁知道有什么机会 对 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兴趣爱好 还投其所好 用这样吗 你问他学不学修电脑 我免费叫他 不是 你扯您哪里 不是 那你不 不是 那个 不是 刘逸 就是杜总身边的秘书 你盯紧了啊 有什么机会 咱随时 行 好吧 那等你事啊 行 等等 行 我们回去啊 还没回去呢 嗯 我想 再待一会儿 没什么事吧 你想听实话吗 那 那当然了 实话就是我现在心里啊 特别踏实 这 公司都这样了 现在也踏实呢 你看啊 这创业啊 就跟我的基建的是一个意思 对手越强大 你的注意力就会越集中 斗志就会越高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这都将是一种常态 哎 反正我肯定是陪着你 大不了我也去搬几张信用卡 哎呦 得嘞 先不用 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了 真到不了那个地步 要是真到那地步了 我也不会跟你刻意 对 最好也别到那个地步 对 用的钱啊 先留着吧 留着去媳妇啊 那个 那个 小鸭最近怎么样 哎 哎 我公司啊最近特别忙 这也没时间跟她联系 你跟她联系过吗 公司挺忙的 我也没时间啊 哎 你吧 想要见人家 就直接去见不就完了吗 怎么着 好 有点打马阔 没点去看小鸭 你先忙吧 好 六小鸭呢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还怕你想不开 我怎么想不开啊 咱俩那事儿我早就忘了 马阔就更别提了 我现在只是想调整一下 暂时不想找男朋友 挺好的 比四丁这儿找父爷爷强 那你现在放心了 可以走了吧 来都来了 我请你吃饭 我没空 那你想喝酒给我打电话 我不想喝酒 那我们准备了 我用来一次 我给了我的处理 你觉得我不是太语气了 我不是想喝酒 我只是想来 我就是要吃的 我想喝酒 我就是想喝酒 我钱婆娘 我来一点 谢谢你 见了 你说要辞职她就谢了 是啊 那你就会那么有把握 谭总会不劈你 我是她推荐上去的 我刚上任我家走 你说她能统一吗 其实呢 我也开始找不到平衡了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七零九 这钥匙是我在小区里剪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没事吧 妈 没事 你怎么突然起来了 爸怎么还不回来 爸爸在加班啊 爸为什么总是加班 爸爸现在不是升职了吗 所以 爸爸很忙 妈 你没事吧 妈妈没事 快回去睡吧 妈没困了 妈妈就想睡觉了 妈妈 睡觉 你还真辞职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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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来了 来了 来刷牙了吗 当然刷了 妈 这衣服穿那点少 来 媳妇 倒是给她添件衣服吧 我觉得就是天气要是凉 爸 爸 你先吃 辛苦了 谁说爸辛苦啊 都说儿子随爸 我这儿子随我 爸不辛苦吧 爸 你昨天那么晚回来 怎么不辛苦啊 爸 你昨晚你急点回来的 爸呀 昨天公司来几个客户 跟爸谈生意 回来生意团成了 客户晚上非常怕陪他们喝酒 爸也高兴了 所以就多喝了几杯 回来喝得有点神志不清了 喝得脑子都缺氧了 今天回来我还真忘了 那你今天还是要去见客户吗 今天 可能吧 快吃吧 吃完赶紧上去 给你啊 坐吧 妈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抱你一下 上课认真听讲啊 不许分身 嗯 好 我们再见 嗯 嗯 喂 是我 有些话 别的让我难受 能见一面吗 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我老公跟秦山的事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俩真的 你不用掩饰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我确实不知道 我当时就是直觉不对了 所以我才提醒你 你提醒我的时候 我会跟你谈信任 真可惜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 全都是过去的画面 而且都是过去最美好的画面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让我的思维 变得尺度一点 想给我自己留点能传情的空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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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 都没想到 真可惜 但这就是我爸 我七岁那年 有一天 非要一辆玩具替车 我爸上街去给我买 突然冲锁了一个人 冲锁了我爸 就同一切刀 我们都以为 是他生意上的对手干的 可是后来查出来 就是一个吸毒 过量的人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 被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突然冒出来就回了 你想得通吗 想不通 你在看那边 那一片 那都是老兵 当年走的时候 想着打完仗就回家 可这一走 就是一辈子 骨灰能回来就不错了 你说躺这儿的每一个人 一辈子有多少事 多少不甘心 痛苦 愤怒 悔恨 到最后我不都踏踏实实躺着 爱过 恨过 有那么重要吗 我没有那么超脱 我也没有 只不过尽量让自己看淡点 尽量 心里有了笼子 走到哪儿都逃不掉 看淡点也难 那你有什么打算 没想好 别着急 那你就慢慢想 需要我的话 随时打电话 不会吧 真被我说中了 你说什么了 上回我跟马过去逛街 正好碰到109 算了 不提了 想明白了 翻篇了 不想提了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心疼 一灵姐 你说呢 有种想要拯救她的冲动 林伟根本就不配她 你都想这么明白了 你还怕什么呢 她想不明白啊 不过你为什么找到了我呢 我周围的人 跟她都没什么交集 我看你聪明伶俐的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看味 不是吧 你一个酒精沙场的情场高手 你来调教我 好 我帮你好好的 透彻地分析一下 你说 这首先呢 要是她俩没孩子 我觉得你可以不顾一切地找各种理由各种机会 但是现在她俩有孩子情况就不一样了 林伟呢虽然不是一个好丈夫 可是我觉得她在小莫面前肯定是个好爸爸 所以一灵姐即使受到再大的伤害 她也不愿意伤害小莫 毫无新意 跟没说一样 捞点干货 干货 现在呢 很多家庭磕磕碰碰的都离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孩子 我有一个粉丝 她跟她老公啊 闹得跟陌生人一样还不愿意离婚 说非得等到孩子上了高中才离婚 所以 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站在小莫的角度去想 这个家庭还有没有可能继续 如果有 你就别搅和了 我觉得你挺明白的呀 说起别人来都一套一套的 怎么一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 谁糊涂了 是我哥和我爸妈他们没想明白 你别看我天天跟那些大哥大叔们在一块 我跟他们在一块就突一开心 我就想看看他们所谓的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我从来不业不归宿 他们也根本就不是我结婚的对象 想占我便宜没门 所以呢 我跟他们分开 我一点都不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真爱呀 我看中的是他们的奢侈 他们看中的是我的年轻 就这么简单 下回啊 我帮你把着点 我看人应该还挺准的 我看中的老子 我看中的是我的年轻 我看中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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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是什么 我看中的老子 我看中的老子